是不是张立德的儿子 如果你没有毕生的把握 就直说阵令换人 陛下三月内我定攻下敌债 容不胜跟当军发 好 拿执笔 立居宁状 张包罕见的服软让刘备彻底暴走 恨不得让他的阿斗前来亲自拆他 但由于之前摔过几次又揍了几回 所以就没好意思给儿子打这电话 于是就把赶死队交给了张包 准备让他先破掉吴军的跑虎债切断联系 张包领命后第二天大早当即开整 所有的生力军轮番攻杀不几生死 可吴军就跟吃了药一样死战不退 蜀军整整厮杀了五天五夜 打刀劈动脉 长枪捅腰子 跑虎债各处也都是腐烂的尸体 可尽管如此 这个关键点就是拿不下来 奇怪的老刘立马召开了董事大会 问他这都五天过去了什么情况呀这是 吴军抵抗身位蛮强 我军之夜攻打 第一 死战不退 看到张包罕见的认怂老刘就给他增兵两万 并问他三日之内能否拿下 然而张包也只说会全力死战